15 called tomb moon 我們 一家人說 我剛剛說這個 這個 田中良 小子是我朋友傳給我的 他是去日本的 那個 亞虎的部落客 那他他这他这边的编号第719号呢 他的他的发文的内容是 因为拜登政权的拙劣外交 美国的霸权消失呢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他里面他在他里面谈到的是说呢 是现在的中东的情势啊 他说英美法德伊五国和乌克兰呢 表示呢支持以色列 伊朗呢则是呢称赞哈马斯 而中国俄罗斯呢沙特土耳其呢 则是持相对的中立的立场 主张要立即停火 好的因为我我我这有时候从 换一个视角看进来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去看看 看就是他对于对中国对俄罗斯 那对对沙特对土耳其 不会说是挺挺巴勒斯坦或者是挺哈马斯 因为又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啊 看看事情有时候我们说呢 当局者谜旁观者清啊 这就是有的时候 有时听听看别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那培养一个呢旁观者的视角 好那他说呢今年的在今年的三月 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呢 那沙特和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关系 正常化的协定 消除了两国对立将周边国家卷入代理战争的根本原因 也有机会给中东地区呢 带来和平稳定 同时呢在美国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呢 进行让世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那这是因为他让大家都看到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啊 尼尔康啊所主导的反恐战争 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啊 完全丧失 那他也让美国让他让这个世界知道啊 中俄代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强的现实 另一方面来讲呢 一直敌对伊朗的以色列则保持了沉默 因为那场雅胡的政权呢 强行司法改革 激化了国内的反对运动 那以色列呢 以色列当下呢是自顾不暇的 他说呢有一种 有一种说法是说呢 点燃以色列国内的反对运动的呢 其实就是美国的尼尔康 想要呢用民主主义统一世界的新保守派啊 这个尼尔康呢 在阿拉伯世界呢 引起了阿拉伯之村的民主化运动 在乌克兰跟格鲁吉亚呢 也展开了颜色革命 并且呢 获得了一些成功 但是也也为现在的俄乌战战争呢 打下了基础 好那 巴拉巴拉巴拉 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这这这这这些的 这些的讲话呢 因为因为我文章很长 我念重点的部分 他说后来呢 在2021年的11月 拜登政府内部呢 有一个有一个呃成立了一个名叫呢 泰泰格听 呃提出了支援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 夺回克里米亚作战 来提升了拜登民调的意见 那也就是说呢 拜登政权的比起对华政策更重视呢 削弱俄罗斯的普京体制 好这这段话很重要啊 然后呢 他说俄乌战争呢 有可能的成为打破呢 打打破石油美元体制 结束美国单独统治世界体制的手段 也就是说呢 普京用的是一种的 用割肉呢 来来切断骨头的战法 在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成语里面来讲的 这个这个说法比较接近 接接近壮士断碗 但是可能还没有还没有这么悲壮 就是说与其呢 要骨头会断 那不如呢 削一块肉 大概呢 就是就是这意思了 然后他说普京的目标呢 正在取得成功 而导致这一切呢 是因为呢 拜登着力的外交 由于拜登美国霸权呢 正在加速消失 美国的精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原因在于他们以居高零下的眼光 看待新兴国家 那种已开发国家的傲慢 那他最后他提到了说 这次的中东战争呢 跟这个格局的 是联动的 那 呃 英美法德 以五国呢 支持以色列 那伊朗呢 则是支持巴勒斯坦 好 那那其他的刚提到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持中立的立场 中国呢 愿意跟任何一方的保持良好关系 他说的很明显的 如果把这两场战争 好就俄乌战争好跟跟以哈的这个冲突呢 那摆在一起 处于呢结束战争的立场的不是美国 而是从拜登外交的轨迹呢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呢 已经偏离了世界的中心 好 最后呢 他他回到了日本的立场 因为田中良 梁少 我记得他七七十几岁了 是很资深 他一九一九四五年生的 好 那 曾经呢 在在在很多的知名的电视台呢 也也也主跑这个 这政治新闻呢 主跑了 中正跟康宏 田中角荣 朱夏登 等等首相级的人物 好 那在在日本呢 虽然算是很资深的 很有很有名的 记者 好 他说呢 从吉田茂以来的日本政治呢 认为只有追随美国 才是繁荣之道 只专注在呢 关注欧美的方向 美国的霸权灭亡 虽然只是时间问题 但日本政治的失交 失去焦点 也是呢 没有止境的 好 但你说 哎 那他的他的论 论点在在在日本是主流论 论点吗 我不敢说 日本的现在是右翼当当道 我说台湾的也是一样 台湾台湾 台湾正在正在创造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土壤 让台湾的走 走上民主专政 那民进党的 正在努力的 那借着呢 借着对外关系的操作 把日本呢 变成是台湾的自民党 变成台湾自民党 就会就怎么样了 就是把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自民党 就是把所有日本的问题呢 都自民党化 都内部化 把其他的政党的意见呢 都边边缘化 换句话说呢 自民党可以在内部里面呢 处理呢 所有的日本的 日本的问题 因此呢 可是在日本来讲呢 日本的这政治从战后 其实呢 他就只有一个轨迹 虽然很短暂的两次啊 就非非自民党的执政 可是你知道他 他是非常脆弱的执政 很快呢 就就泡沫了 就就消失了 虽然好像表现出了 不同自民党的风格 但是当日本的战后的 就说呢 非战的主张 慢慢的淡化 反战的那种的气氛呢 慢慢的消失之后 日本呢 开始进入到一个 漂流的状态 但是把所有日本的问题呢 都变成是自民党的 内部的问题 这种的操作的方式 民进党正在这样做 派系挂帅 那在在很很清楚的 反中亲美的 主张的情况下面 那排排除呢 其他的其他的政党 竞争的可能性 所以呢 接下来就我要讲的 就是说 当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观念呢 就是在在我的脑海里面 放很久 我一直在在在提醒 就是说所谓的 所谓的在野整合 他真的不是一个 讲讲归讲 他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 应该应该被高举的 政治的理想 一方面要达到这个目标 很困难 第二个就算你达成一个形式上的整合 那个那个 那个选票并不见得就这么容易的会跟着你流流动 就今天好 那国民党跟 跟跟的跟台湾民民民众党 那所谓的蓝白河 我我我我我个人了 我我说其实并并没有蓝白河 只有蓝蓝磕合 因为台湾民众党就就磕 跟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国民党六都里面有四都啊 你已经已经看到看到国民党未来的未来的政治政治精英了 那不管是 不管是讲讲万安啦 卢秀燕啦 这个呢都在都在台面上面 都已经有很完整的历练 而且有很高的评价 那都可以stand by 那现在的包括侯友宜呢 已经在选选总统 侯友宜是一个转转型上面的困难 六都里面有四四都 六六都就已经占台湾 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了 四四都人口最多的四都呢 都在呢都都在了蓝军的手手上 如果县市长来讲 十四个县市长 我说我说三百三百八十个地方的议员 那立委里面呢 其实上上次选的不理想 也还有也还有呢 三这三分之一的席位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力量 去去为了柯文哲 好像好像呢 苏贞降贵啊 然后然后呢去去去讨论 好像没有柯文哲 国民党就不会赢 的这种的思维 只会更弱化国民党 我不是说合作不好 我说和合作的 合作的前前提 不要把调门拉得很高 以至于使得你的 你的你的支持者 啥都不判了 就就判着这件事情 那如果就判着这件事情 就最后 最后如果不符合 就支持者的期待 就是如果没谈成怎么办 蓝白和怎么跟合 我 我觉得他不是 那个和从很多的 很多支持者的角度来讲 会把它理解成整合 但是其实蓝白顶多 就是未来在政策面 可以合作 合作跟整合 在理解上面是有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那 我觉得国民党可能要了解一下 到底自己的支持者 现在想的是整合才会赢 还是呢 合作就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支持者 可能是搞不清楚 这个情况的 以为只要蓝白整合了 整合就会赢 没有整合就会就会输 在历史上面 比如说我们在讲 在讲春秋 春秋战国时代的合众连 连痕 那 最后呢 最后 合众就说 苏秦张乙 苏秦即使 深配六国 六国相应啊 把把把大家都 都都都像统哭一样的 把他 哭在一起 不持久 那个是权力的本质 就大家呢 到最后反正 各有各个的心眼嘛 人心隔肚皮 各有各的各的心眼 谁听谁的 尤其 在任何一个政治整合平台上 上面 这个平台上面的 所有的player 只要呢 你本身的实力呢 有一点点消长 那都可能会找 这个平台的气氛呢 会开始出现很大的改变 周末的时间 大家都在 当然都在呢 关关注呢 蓝白的蓝白的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 就说 对话 那 因为之后呢 传出所谓的破局 就柯文哲呢 好提了提了提了几点的看法 觉得 反正丢一句话 当然那是标 标标准的柯文哲的谈法 就就是想好了再来谈 那想好了再来谈 就是说 你如果没想好 我们就不就不必谈 我也没有特别主动的想跟你谈 第二个 那看条件吧 你条件如果呢 开的够丰厚 那我们再来 再考虑考考虑 换句话说呢 柯文哲的这这句话 就是他主观上面的认为 你的主动权在他的手 是手上 我说 所有的国民党 所有的国民党 所有的 所有的蓝银的支持的 你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是没有蓝白盒 白就是磕水 只有蓝磕河 因此你国民党呢 就在进到了一个 一个很不对称的 一个对话框架里面 国民党拿一个党 在这场选选举当中 一个党的的的利益 一个党的未来 在赌柯文哲一个人 他说对了 柯文哲他他也有 有一个党 可是你知道那个党 就他他一个人啊 就说呢 柯在党在 柯王党党党王啊 那但是国民党 要把一整个党 在这场的选举当当中 操作到这样的地步嘛 对侯友宜在民调上面 不够不够不够强 我我觉得不够强 那个相当的原因就是 侯友宜作为一个 一个县市长 过去的那种 那个魅力啊 在这个选举的框架里面不见了 这种的情况 其实常常发生 就就是许多的 许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党 最后呢 在在找 在找弱或或者是最后败的原因的时候呢 找一些奇奇怪怪的的理由 可是你不能够不能够否认就是说 在提名之前的时候侯友宜是很强的 侯友宜两次在新北市 新北市大家不不是都说新北市就台湾的缩影吗 没有错 从从人口人口结构跟他的投票行为的表现来看 新北市确实就是台湾的台湾人口结构的缩影啊 在这样一个一个这么的这么庞大的人口又最多四百万的选民 在这样子一个选举区里面 侯友宜两次的两次的市长的选举是大胜狂胜啊 是是打到呢 打到民进党的事是不知道要推谁 没有人敢敢出来跟侯友宜打 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一个新北市市长 当他得到了提名成为总统 这突然间的就变弱了 好像吃这个野养吃那个野养啥都不对 他不在人人人本身 他也不是大家所所讲的墨菲地定律 就是说他就最最多做到新北市长 他他没有资格当总统 要找原因当然很多了 我觉得我觉得根本的问题 对后就是说对柯文哲来讲 柯文哲是有魅力的 柯文哲他的语言 他的有些有些有些时候调调皮 有些时候温暖 他是有魅力的 即使他当他当台台北市长八年的时间 对台北市来讲 可能是这几年市场的表现最烂的 他的政党因为非常非常弱 所以呢 他其实当了总统之后还会继续弱 可是他有魅力啊 但是如果你寄望于他的魅力的抛弃 那是不可能的 就爱点你 UFO Oo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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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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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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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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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O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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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